嗨大家好,我是依賴莎,我現在人在嬌溪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我跟我老公在嬌溪這邊也住了一間房子 所以我們偶爾會來嬌溪玩 因為我老公回德國,所以我就帶我朋友也來體驗一下嬌溪的悠閒步調 他現在在後面這邊 然後我這次就是帶他來我家住,然後做個兩天一夜的旅行 然後我就想說可以順便去看一下嬌溪有什麼其他好吃的 因為有一些地方比如說上咖啡店或是要排隊的地方我老公都不太想去 所以我就想說這次就跟我朋友一起來,然後挖掘一些其他交信的店給大家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帶第一間咖啡店了這個 然後他旁邊就是那個很有名的正常鮮肉小籠包 所以我們想說等一下喝完咖啡可以順便去隔壁吃個小籠包 今天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咖啡店了,然後這間咖啡店超級可愛 可是我覺得他裡面空間比我想像中小很多 如果假日來的話應該會很緊 可是現在因為就是禮拜天的人比較少,就很舒服 而且老闆他們人超親切,一直教我們怎麼拍照會比較好看 而且你看他們的白色也太可愛了吧 我朋友好像點了一個果汁,也是弄得很可愛 而且他的毛巾比我的更可愛我覺得 我點了開心果拿鐵 一百五十塊,我覺得還OK 然後他們還有這個飯糕,超級大 他這個雖然兩百塊,但他份量真的很大 然後他說他們其實本來有其他甜點,但是都賣完了 所以我們就點了這個,感覺會倒 芒果好吃耶 對啊,芒果很新鮮耶 好吃耶 而且他的甜點不會太甜 他們甜點應該是很好吃的,不然不會都賣完 他鮮奶油也不會太甜,超好吃 嗯,鮮奶油超讚耶 剛才這個拿鐵他上面還可以就是選擇看要加奶泡 或者是鮮奶油 就這樣說我要鮮奶油 感覺是很像在喝那個維也納咖啡 這做的很像富士山嗎? 對啊,他整個人都在擺 他蛋糕好吃到,想做生日蛋糕的整體 真的嗎?我朋友很愛那個蛋糕 真的很少吃到蛋糕這麼甜而不膩的 嗯嗯嗯 然後水果又新鮮 你們來這裡必點蛋糕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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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覺得他們的甜點跟飲品都蠻用心的 對啊 這間是一個很用心的變更的 環境然後餐點都有用心 服務也有用心 我們現在來咖啡日隔壁這裡吃小籠包 它叫正常小籠包 然後這一間我每次經過都拍很多人 剛好今天是禮拜天快晚上了 所以已經沒有什麼遊客 而且現在是夏天也沒有什麼遊客 所以我們就很幸運 今天去咖啡日隔壁來這裡都沒有什麼人 都不用排隊 我覺得他這裡的小籠包很特別 因為他沒有放在蒸籠裡面 就直接放在盤子上 然後我們來各點了一碗酸辣湯 嗯嗯好喝欸 他這一碗酸辣湯酸薯 他沒有蠻多的 而且也不會太酸 好來吃第一顆 他這個皮是比較厚的那一種 然後他是前面 台面他們是直接線桿麵皮 然後自己包的 所以非常的新鮮 那個牆上有說他沒有那個醬疊 所以就是直接醬疊在上面 嗯嗯 好鹹喔 好鹹喔 這樣有很鹹 所以只要加一點點就好了 可是啊 他的那個皮 我覺得很Q欸 嗯 雖然他是厚的 但是他是比較偏Q的那一種 很有嚼勁 嗯 而且會爆豬喔 吃餐原味 我真的覺得不用加醬油 就已經蠻好吃欸 因為他裡面就是 有那種湯汁的鹹味 然後還有裡面那個 蔥的香味 就不一定要加醬油 因為他醬油 真的是有點比較死鹹的味道 那這一間你會再來吃嗎 我們剛剛會想出是正好 正好嗎 對 不要講太大聲 因為浄西有兩間有名的小籠包 這一間叫正長 然後另外一間叫正好 你們就可以自己評估一下 反正兩間都要排 就選一間去排吧 我們剛剛吃完那個小籠包了 在浄西每次回來都會來這一間 買那個番茄梅子汁 我覺得這間很新鮮很好喝 推薦你們也可以來這間買 而且來浄西一定要喝這個 因為這是他們當地的名餐 我們剛剛吃飽了 然後我們現在跑來泡澡 那我們剛剛選的這一間 它叫蔥玉白湯的樣子 它是有兩匙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這一間 然後這門進來以後啊 它空間其實很大耶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檯面 可以讓你休息 放東西然後也可以灌醒 然後那邊是泡澡池 一個是比較大一個一個比較小 但是空間都是很足夠的 然後我們剛剛在樓下 有另外租借的這個浴巾 還有這個水 這個部分是要另外再付費的 剛剛另外它有附這個 吹風機還有沐浴乳 西巴乳 這個就是免費的 而且我覺得這裡 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 因為它樓下還可以租那種 什麼兒童育衣 然後還有黃色小鴨 一桶好像也才50塊吧 所以我覺得如果帶小朋友來這邊玩 他們一定會非常的開心 然後網美來的話 也可以就是盡情的拍照 因為它每個角落都很好拍 從樓下大廳 然後到休息區 然後到那個澡堂 都非常好拍 都很可愛 而且它們很乾淨 對喔 我一直覺得很好 也沒有什麼美味味 泡完 泡完了 然後我們剛泡的那間沒有冷氣 所以超級熱 然後大廳這邊有冷氣 所以現在非常舒服 很想睡覺 你看它休息的地方超多 這裡還有一個休息區 超可愛的 在這邊就是可以盡情的耍費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讚 而且它的湯屋價錢 我覺得不會很貴 像我們泡的那間 它價值是1100塊 然後你在那個湯屋裡面 你也可以點飲料 就是會有特價 所以你們就可以邊泡湯邊喝飲料 這裡也可以點飲料跟酒 然後你看這邊 它還有那個雞蛋糕 它有生皮 兩杯三百四 這裡有這個方巾的扭蛋 他們畫得很有創意 這邊它旁邊還有賣一些周邊產品 也都很可愛 然後有貼紙啊 筆記本啊 還有這個膠帶 那我們現在就是泡完湯 等一下要去買小夜吃 然後就準備回家了 我們現在來了一間那個炭烤店 然後這一間就是據說 我每次都要排隊一小時以上 決定說先在這邊點一點 然後去吃個豆花再回來拿 然後外面這邊還有一個座位區 旁邊這裡還有一間居酒屋 看起來也很不錯 好誇張喔 這些碼住單也太多了吧 你們看有多誇張 現在才八點半喔 我們要十點十五分 才可以拿到我們的烤肉 然後它會給你一個這個單子 你就時間到了再來拿就好了 我們剛剛已經帶了我們的那個烤肉回家了 然後你剛剛是有吃一些 你覺得好吃嗎 這青椒很好吃 好好試試看 青椒看起來超新鮮 這一間的食材 我覺得它放在那個櫃子裡面 就可以感覺出它的那個食材真的都很新鮮 而且我覺得大家都很有耐心耶 一兩個小時也可以等 而且我之前我剛剛還看就是有一個人說 他上次來是七點點 然後十點半才拿到 超誇張 青椒真的很新鮮 可是我目前覺得 吃到青椒 我不會覺得我會想要拍一個小時 吃這個青椒 你看這個香菇也是超大塊 嗯 香菇很好吃 還有一種炭香味 然後很juicy 可是我覺得它的醬是偏比較清淡的耶 沒有什麼太重的味道對不對 因為有一些烤肉可能它醬會下得很重 但它這個是薄薄的醬而已 還有這個甜不辣 嗯 甜不辣很好吃耶 可是我覺得它的甜不辣 有點像焦糖風的甜不辣 所以其實去焦糖風吃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覺得這一間的焊烤算好吃的 但是我不會想說要排很久去買 除非說我剛好就有入過 至少我有吃到 好那我現在就是繼續吃 然後等一下 準備洗澡睡覺 那我們就明天見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是在教室的第二天 然後我們來吃一間早午餐店 它叫出first day早午餐 然後這一間禮拜一人還是非常多 還是客滿 我覺得應該抽摸是要大排長龍的 然後我覺得很酷的是他們的菜單 居然有三星蔥雞 然後還有可以放鴨賞的熱鴨吐司 就很在地 現在來試試看他們的這個熱鴨吐司 它裡面的料超滿耶 好吃耶 很好吃 很好吃 它裡面有那個蔥的香味 然後如果加一些那種蜂蜜芥末這樣 然後就讓那個味道更重 很開胃 很開胃 阿布拉蜜 阿布拉蜜不配喔 我朋友點的是布拉蜜耶 布拉蜜很好吃 可是它的料都吃得超滿 嗯 爆出來的那種 這一盤裡面還有那個 七米花 然後還有薯條 洋蔥圈 沙拉 跟這個應該是布丁 很豐盛耶 然後這一盤大家才能 因為我加醬還有換飲料 買一杯飲料 我的是265 對 那它基本上套餐 如果不加其他東西的話 就是249 然後上面有一個醬 嗯 好好吃喔 嗯 好扎實喔 它裡面的雞不是嫩的那一種 它是那種有嚼勁的那一種 然後QQ的 很好吃耶 然後它的外皮很香 薯條看起來是炸得很酥脆喔 很脆很脆 而且吃得出來他們這個食材 真的非常的新鮮 然後像這個洋蔥圈也非常搭 嗯 台北吃不到的東西 真的 我覺得台北如果你要去吃早午餐 可能這一份要五六百吧 嗯 對就加服務會什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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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很喜歡和風醬 因為吃起來比較清爽 嗯 嗯 好吃 對 它也很好吃 是因為它的食材真的很清鮮 它的那個生菜超脆 然後我剛剛加點就是 嗯 水蜜桃冰茶也好喝 它水蜜桃味不是那種很人工很化學的那一種 這間推 那我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應該算 不知道是奶酪還是木丁 它看起來有點像豆花 看它有多堆 這也好吃 因為它不會太甜 每一道都很不錯 對每一道都很不錯 那 然後這個 就是不會太甜 吃完也是清爽的那種甜點 我們剛剛吃完早午餐了 然後早午餐是在這個方向 我朋友想說他沒有吃過柯式重油餅 就順便來買一份吃看看 禮拜一還是非常多人在排隊 我們現在在一間布丁專賣店 這一間我一直很想來它叫沐魚上行 因為我每次跟我老公經過的時候 我想說他應該沒興趣我就沒有進來 這次終於可以來吃了 然後你看他們布丁超可愛 上面它這裡就是 它說這個好像是糖霜吧 這上面是可以吃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餅乾 然後我朋友他點了一個這個是香草布丁 然後加上那個新鮮的芒果 它這個是季節限定 看起來也超好吃的耶 他們這個是什麼雲朵美食 就是上面有一點泡沫的 也很特別 然後我朋友還要點了一杯 這個是上升氣泡飲 因為這裡面的氣氛就是非常的cozy 非常的舒服 是真的好吃 而且它是比較紮實的口感 不是那種入口即化 但是是很紮實的 然後上面還有丁了一些焦糖醬 很好吃耶 所以它這個是甜而不膩的那一種 我覺得它味道是有點偏苦 我喜歡 就是大人會喜歡的那種布丁味 吃看看這個有芒果的 現在這個季節芒果就是新鮮 這檔桑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很喜歡它上面那一層耶 有點苦苦的 對啊 因為剛剛不會覺得太甜 剛剛它在做咖啡的時候 我們就聞到那個咖啡香味了 很順口的那一種 因為一般我喝黑咖啡 我會想要加一些奶之類的 但這個我覺得喝得很順耶 因為它上面有打奶泡 所以就是比一般的黑咖啡更順口 然後搭這個布丁 我覺得剛好 只是不會這麼甜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下次如果我老公來 我一定要再帶他來一次 然後我想要吃他們那個玫瑰糖 就是檸檬 對 他們有那個檸檬糖 然後它說是片酸的 我就喜歡片酸的 然後它還有那個棒蛋糕 它櫃檯那裡都有照片 你就可以選你喜歡的口味 嗨大家我們現在到 然後郊西轉運站要準備回台北了 然後剛剛我們喝完咖啡 回家的路上突然下大雨 所以很狼狽 所以我又換了衣服 還好我有戴拖鞋 好啦 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我發現 郊西真的有非常多那種可愛的小店 我覺得我下次還可以再慢慢去挖掘其他的 因為真的很多 它還有很多文青小店 也都很好吃很好逛很好拍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那記得按照他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照片 你記得按照片 你記得按照片